腾讯体育10月5日是NBA中国赛即将打响,丁燕宇航确定将无缘上海战比赛,但根据独行侠主帅卡莱尔透露,等球队到达深圳后,小丁有可能会恢复血练,如果情况理想,他将驻战深圳战的比赛。 正视频直播NBA季前赛步行者VS扩建奥拉迪波站,哈登小丁又要恢复训练上赛季CBA季后赛中,丁燕宇航膝盖被撞到,出现了膝关前并进炎的伤情。 但由于夏天一直在训练以及参加亚运会比赛,丁燕宇航伤情恢复并不是十分理想,直到了NBA训练营开幕,他还没有达到百分百状态, 独行侠训练营开启至今,丁燕宇航还没有和球队一起训练过,他缺席了球队季前赛,手下与未经受高的比赛。 NBA中国赛上海战独行侠队阵76人,丁燕宇航也已确定无法登场比赛,丁燕宇航能否打NBA中国赛神阵战的比赛。 这成了无数中国媒体和球迷所关心的问题,根据此前报道,丁燕宇航目前的状态是出战成仪。 独行侠建议,他不要强行上场。 不过,或许是回到中国后,丁燕宇航伤情恢复不错。 从卡莱尔最新的采访来看,肖丁在NBA中国赛上的付出仅仅出现了转机。 卡莱尔透露丁燕宇航以往马上恢复训练,或许还能赶得上深圳战的比赛。 等球队打完上海战比赛飞到深圳,丁燕宇航有可能会投入到训练当中。 卡莱尔说道,如果情况允许的话,那丁燕宇航将会付出打深圳战的比赛。 根据行程,独行侠在10月5日晚上打完,跟七十六人的比赛后,会在6日凌晨飞往深圳。 然后球队在7日安排训练课,半日晚上就会迎来深圳战的比赛。 希望丁燕宇航能尽快摆脱伤病困扰,恢复状态,在NBA中国赛中亮相,祥安。